硅谷银行暴雷市场度过了一个煎熬的周末 周一重新开市会是连环暴雷还是雨过天晴呢 大家好欢迎收看财经最热闹 我是主播燕燕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今天的终点财经新闻 全球市场人心惶惶的度过了过去一个周末 这是因为美国硅谷银行在当地时间星期四 爆出流动性危机之后 星期五闪崩倒闭留下一地鸡毛 在爆出危机之后 硅谷银行被挤提420亿美元 然后倒闭 事件发生在星期五 全球市场参与者过了一个煎熬的周末 但往好的方面想 这给了监管机构有比较充裕的时间 去面对这个自2008年雷曼兄弟破产之后 最严重的金融危机 美国当局星期日表明 硅谷银行的存户可以拿回存在银行里的钱 这对硅谷科技公司来说算是个好消息 硅谷银行主打科技初创公司的市场 和当地很多科技公司都有业务上来往 如果存户拿不回钱 科技股可能又要有一轮大地震 比起存户的钱 市场现在更担心的是硅谷银行的倒闭 会不会引发更多的金融系统性危机 业界打扰我们现在的看法也是两极化的 有一些人认为硅谷银行平时就特例独行 专做科技初创公司的生意 所以最终倒闭也只是一个特例 对整体金融系统的影响是有限的 当然反方的看法是 现在问题是美国激进升息 导致很多银行的美国国债投资 都面临巨大亏损 接下来很可能还要继续爆雷 无论如何 一个可能算是比较好的消息是 随着金融机构出现倒闭 美联储未来的升息要更加小心了 减缓升息的力度会是市场乐于见到的结果 所以踏入新的一个星期 率先开盘的亚太市场 算是收拾了一些上个星期糟糕的情绪 整体表现还算起落参半 中国和香港股市今天已经回谈 马股方面早盘低落的情绪还在 一度跌了1.6% 但之后也开始重铸信心 收复了不少失地 把焦点转向国内 国家石油公司Petronas 今天公布了去年全年业绩表现 在国际油价走高的2022年 国油录得3753亿令吉 营业额按年增长51% 净利更是翻了一倍 到1016亿令吉 不过今年的市场情况 可能就没这么好了 国油认为全球经济放缓 油价会回落 国油今年会继续专注在卓越的营运上 国油也承诺会继续朝长期 永续的国家石油公司迈进 包括重申了2050年 达到净零碳排放的目标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最近麦一举会不会丢掉移民局的合约 成了该股投资者关注的重点 有媒体报道 政府已经终止了开发中的全国移民综合系统项目 如果此事当真 麦一举无疑是受益者 MIDF研究就认为 麦一举的移民局合约5月到期后 预料可以得到延长 同时陆路交通局那里的合约前景也会更加坚实 而且这家公司现在积极进军区块链解决方案 为中长期增长铺路 所以行家维持着买入评级和一令级的目标价 后疫情时代 市场对保健补品的需求开始减少 联合药业多发码的引力表现可能会有所下跌 还好医院的药物采购还在继续 新业投行研究对这家制药公司的前景还是保持乐观 联合药业也有引入疫苗 但去年已经为这些即将过期的疫苗做出减值波倍 所以行家认为这些公司不会像同行发码这样 协下巨大亏损陷入PN时期 行家还说虽然成本方面还是充满挑战 但联合药业有着强大的定价能力来转价成本 所以不需要太过担心 总的来说 评级依然是买入 目标价是一令级八十仙 来看一支建筑股 丰隆投行研究在和TRC协作管理层会面后了解到 这家建筑公司去年拿到的建筑合约并不达标 手头上只剩为数不多的七亿令吉合约 该公司在近标着三十亿令吉的MRT三工程合约 行家说能拿到这个合约当然最好 就算拿不到之后还是可以去竞争最高达到八亿令吉的刺激承包合约的 TRC协作最近也赢得了一项中裁裁决 可以收获七千五百万令吉赔偿 这些钱可能拿来特别派息 但行家认为 还是用来竞争MRT三合约和其他发展用途更好 整体而言 行家给出手助评级 目标价是三十五仙 要等真正拿下MRT三合约了 股价才可以冲更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